為了應付越來越多的病毒變種 以及明年多個敏感大事的來臨 中共考慮延長邊境管控一年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週二出訪歐洲 繼續鞏固面對中共的西方統一戰線 近幾年 隨著芯片短缺加劇 大陸假芯片橫行 芯片代理商披露 假芯片的風險最終都轉嫁給了消費者 中共為了持續封殺躺平 在淘寶 京東等購物網站 涉及躺平的商品 比如躺平T恤衫 手機殼等全部下架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王靖怡 今天是2020年6月23日星期三 我們來關注今天最新的消息 儘管中共稱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種人數 已經超過了10億 但仍計劃將疫情爆發後 實行的嚴格邊境管控措施 再延長一年的時間 用來應對越來越多的病毒變種 以及從北京冬奧會到年底 中共二十大等敏感大勢的來臨 週二 也就是昨天 《華爾街日報》引述了知情人士的消息說 5月中旬 中共國務院召集了外交部 國家衛健委等部委召開了一次會議 討論制定2022年下半年的臨時日程安排時 做出的這一延長邊境管控的決定 報導中提到 中共官員們希望明年的兩件大事 一定要順利舉行 所以絕對不能出現任何意外 一個是北京冬季奧運會 第二個是明年年底舉行的中共二十大 其中二十大是中共黨的最高權力交接的重要時刻 不過外界認為 習近平在擔任五年一屆的兩屆任期之後 將會打破常規尋求第三屆任期 報導還說 在中國一度進展緩慢的疫苗接種 近幾個星期突然間加速了 當局上週宣布 已經有超過10億人接種了疫苗 高盛集團經濟學家估計 到今年12月 至少接種一劑疫苗的中國人口 將佔至少80% 中共至今為止 還沒有批准以獲得世界衛生組織 緊急使用授權的任何一款西方疫苗進入中國 美國政府 迄今也沒有批准任何中國產的疫苗 在美國總統拜登訪問歐洲之後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週二重返歐洲 法新社稱 布林肯的歐洲之行 目的是在繼續鞏固 面對中國的西方統一戰線 報導說 布林肯將首先訪問柏林 隨後是去巴黎 還有羅馬 布林肯將與德國總理默克爾及法國總統馬克龍會面 隨後 布林肯將前往凡蒂岡參加利比亞反對 伊斯蘭國軍事聯盟的國際會議 6月29日 他將在意大利城市馬太拉參加G20峰會 與世界主要大國的外長會面 中共外長也將出席 要知道今年3月 中共主管外交事務的最高官員楊潔篪 即中共外長王毅與布林肯在阿拉斯加進行了激烈的交鋒 目前還沒有宣布兩國外長是否會有會面 這將是華盛頓外交政策的第一大挑戰 拜登歐洲之行期間 向美國的盟友們提議 啟動一項龐大的全球基礎設施建設計畫 與北京的一帶一路抗衡 美國國務院負責歐洲事務的官員李克爾表示 布林肯歐洲之行是延續拜登的優先政策 重建美國與盟友們的關係 鞏固與歐洲的關係將為許多外交優先定立基礎 包括應對中國和全世界威權主義的挑戰 大陸假晶片生產鏈存在多年 今年隨著晶片短缺加劇 假晶片現象日趨嚴重 在大陸一旦購買到假晶片 買方很難追究責任 但其風險最終都轉嫁給了消費者 大陸的經濟觀察報引述一位晶片代理商的消息說 目前大陸市場上的假晶片有兩種 一種是企業從電子垃圾中回收的芯片 驅除芯片上的證據進行清潔包裝 並以更低的價格將二手貨賣給下游的商家 另一種是將正規製造生產線上的蠶刺晶圓 進行封裝 然後以刺充好賣給商家 代理商介紹說 今年更嚴重 造假的行為竟然高調起來 甚至這種假冒和翻新的芯片的價格正在上漲 大陸電子技術網站與非網早在2017年就曾報導 包括芯片在內的電子元件造假情況 在大陸比比皆是 甚至是有完整的生產和銷售網絡 涉及均用連接器 微處理器等多種元器件 代理商表示 買方買到假芯片之後 起訴追責的情況並不常見 因為背後有很多阻力 他舉例說 在鑑定晶圓一次充好的這方面很模糊 需要專業機構進行測評 同時 芯片的賣方公司通常沒有正規組織 甚至是空殼公司 一直告下去對買方不利 另一種情況 有些買家因為缺貨 或者是為了降低成本 故意地把真假芯片混在一起使用 這也是導致芯片造假產業鏈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最終承擔風險的是中斷用戶和消費者 芯片短缺 令假芯片產業日趨擴大 而大陸芯片荒的起因正是華為等多家大陸科技公司 被指配合中共政府在海外從事商業間諜行為 導致美國政府從2018年開始相繼對華為實行制裁 2020年5月宣布對華為實行芯片禁令 而更早在2012年 澳大利亞 美國 加拿大 就已經宣布華為的產品威脅到國家安全 中共去年8月還聲稱要在2025年達到芯片70%的自給率 但隨後大陸多地就爆出芯片項目爛尾的消息 躺平這個詞在近期成了中國的網絡熱搜詞 卻也成了官方的敏感詞 躺平強調年輕人少工作 不買房 不購物 不結婚生子的生活態度 躺平在受到官媒抨擊為可恥之後 又更進一步受到了官方的排斥 在不久前 豆瓣平台上的多個躺平小組被封殺 上週又傳出淘寶 京東等購物網站涉及躺平的商品 比如躺平T恤衫 手機殼等全部都消失了 浙江的一位淘寶客戶朱英 這個週二接受了自由亞洲電台的採訪 他說 有關躺平的商品已經下架了 還有很多T恤衫上印著躺平 或者是類似 只要躺的夠平 就不會被割韭菜這樣的衣服 還有印著躺平字樣的杯子 還有手機殼 車貼 本來是很多的 但現在有相關字樣的商品全都消失了 當權者看到躺平就特別的機會 所以就干涉 躺平擊中了某些人的要害吧 不久前 南方日報發表名為《躺平可恥》 哪來的正義感的批評性文章 光明日報則發表題為《引導躺平族珍惜韶華奮發有為》的文章 指躺平族顯然對經濟社會發展有很多不利 之後 中共團中央在微博上發文 全方位批評躺平主義 被當局吊銷營業執照的廣東隋木清律師對自由亞洲電台說 中國的躺平主義形成有很多種原因 有一部分是年輕人的主觀動機 就帶有消極性 反抗社會的意味 所以政府對此要非常警惕 隋木清批評官方 干預年輕人的行為簡單粗暴 如果當局想要消除這種現象 必須改善社會環境 消除對立 比如解決高房價 年輕人就業難的問題 否則躺平族的態度不會消失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新聞的全部內容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您訂閱轉發 我們明天再見